好这个华为Made60芯片究竟是谁生产的呢 我估计现在全世界都在猜这个问题 因为Made60 Pro的话呢 就是这次用的这个芯片 首先它是一个5G或者说是用有5G功能的芯片 这个已经没问题了 很多人都实测过了嘛 这个芯片是谁设计的呢 也没有问题了 因为既然是叫麒麟9000S芯片的话 那肯定就是华为自家的这个设计公司 海思设计的嘛 当然一个芯片设计出来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 其实还得用一个这个光刻机呢 去把这个芯片给制造出来 制造过程到底是谁做的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嘛 以前纪念芯片大家都知道的是台积电做的 当然自打这个美国19年这个制裁华为之后的话 就明确跟连同台积电在内的所有企业都下通牒了 以后不许再给华为造芯片 胆敢违反尽力 我连同你们一起惩罚嘛 那我们国内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制造芯片的这个公司 排第一 那就是中芯国际嘛 你现在很多网友都在猜 这次给华为代工造芯片的呢 可能就是这个中芯国际 因为梅德60Pro现在这次放了这一颗这个麒麟芯片的话呢 它是个7纳米芯片 而目前国内能够把这个芯片制成啊 做到7纳米水平的 也就是中芯国际嘛 因为芯片大家都知道 它越小越好 因为越小功耗就越小嘛 但是越小难度其实也越大 因为你要在一块这个肥皂盒大小的这个芯片上 你放很多晶体管的话 那是很容易的 但你要在一个指甲盖大的那么一个这个芯片上 你放同样数量的这个晶体管的话 那就很难了 现在全球最厉害的这个就是台积电跟三星嘛 他们已经能够大规模去生产那个3纳米的芯片 而我们这个中芯国际作为后起之秀 短时间能够制造出7纳米的芯片也实属不易了 所以这次网友呢就在猜 帮华为造芯片的就是他嘛 但如果说中芯国际的话呢 又牵制到前面说的那个问题了 他们怎么敢呢 他们就不怕美国制裁嘛 因为美国也对中芯国际说过嘛 你别给这个华为代工 那如果说中芯国际不听的话 结果是什么 就中芯国际他在造芯片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涉及到一些来自国外的这个工具跟软件的 美国是完全可以动用自己的力量 把所有的这个软件跟工具给禁掉嘛 这一禁中芯国际元气大伤 那由于中芯国际的话 目前那是国内芯片制造的这个老大 他大伤的话 那实际上中国半导体行业 他也遭受大伤嘛 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中芯国际要给华为代工的话呢 其实也不大说得通 现在看起来唯一可能的这个方案 其实就一个了 你要做稳了别吓着啊 那就是这次给华为代工生产芯片的公司啊 就是华为自己 他自己秘密组建了一个工厂 通过自己研发的这个技术 去造设备 造软件 然后自己设计的芯片呢 自己来制造嘛 这个事情难度大不大呢 那因为我是做职场跟商务演讲的 是吧 然后我呢正好是给华为的人 以及给这个中芯国际的人 都做过演讲辅导 所以我通过两方面 收集到的这个信息了解呢 所以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华为自建芯片制造厂 短期内如果说 要把这个水平提高到 7纳米的这个水平的 7纳米这个地步的 这个事情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华为过去几年 确实有在朝着这方面 安安努力啊 是吧 那么十几天之后 华为就要这个开新机发布会了嘛 到时候于成东在这个会场 他会把所有谜底都揭晓 如果说这个芯片 真是华为的这个秘密工厂制造的啊 你到时候看着好了 你不光全国的这个媒体会震惊啊 全球媒体都会举世震惊的 尤其美国人物估计得 吓得从这个凳子上掉下来 因为这不科学嘛 根本就难以置信的事情嘛 当然哪怕不是呢 你华为现在既然说能够绕开 美国的这个极限制裁 发布5G芯片 实际反向也证明呢 它已经可以整合出一条 去美国化的 5G手机的完整生产产业链嘛 你这个事情对美国的这个打击 也是极大的 一个从心态上来讲的话 老美注定会在悔恨当中度过下半生啊 哎呀 我们制裁华为还是太晚了 第二个你从现实来讲 以后再想深属制裁华为的话呢 这个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